到底淡水的楼值得买呢?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時當貓TV 我是Ellen 最近我們在淡水看房子 有很多觀眾問淡水的楼是怎樣 值得買 值得租 這條影片就想說淡水的楼 在我們的眼中究竟值得買 先說一說淡水的房價 淡水的房價現在平均是二十多萬一坪 在雙北來說算是最便宜的一個區域 你說淡口 三峽那些 可能已經去到三四十萬一坪 淡水只是一半 淡水的房價分分鐘是比高雄和台中便宜的 其實在搬來淡水之前或者我來旅行的時候 我都以為淡水這個區域的樓應該是很貴的 因為近海邊 生活的環境很舒服很優質 而且淡水還有節運的 你要去市區是十分之方便的 因為全世界所有地方近海邊的樓特別貴的 譬如香港的赤柱 淡水灣那些很貴的 譬如美國的LA的Santa Monica Melbourne的Sankilda 或者Sidney的Bondai Beach 全部都很貴的 大家都會搶著去住這些海邊的地方 因為你的生活品質會很高很悠閒的 大家寧願用上班的時間去換取優質的生活空間 所以我開頭以為淡水的樓應該是超貴的 但原來台灣的文化是相反的 普遍台灣人聽到淡水就只有幾個反應 就是淡水很濕、很冷和很軟 另外就是比較窮的人才會選淡水住 這是普遍台灣人對淡水的觀感 其實這個冬天已經是我第三個冬天在淡水生活了 老實說 我就不覺得淡水很冷 因為我來到我都未穿過厚褲 另外濕的話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不夠香港潮濕的 另外你說遠的話 其實在淡水我家出發 其實一個小時以來一定是去得到台北市中心的 所以我又不覺得說十分之軟 而我去觀察 台灣人普遍是不願意用通勤的時間 去換取比較優質的生活空間 他們寧願用同一個錢在台北租一個很小的套房 因為方便上班 都不願意在淡水租一個比較大的生活空間去住 終然在淡水去台北上班只需要一個小時 其實世界各地很多人一個小時上班是很普遍的 但台灣人覺得上班要在15分鐘至30分鐘以來就要上班 這就是文化上的不同 所以他們普遍不會喜歡住淡水 因為他們覺得通勤時間是很浪費時間的 正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淡水的樓價比較便宜 在雙筆來說應該差不多是最便宜的 所以淡水的樓升值潛力不是很高的 最近台灣房市就很熱了 林口、三峽、高雄、台中的樓都升到爆爆聲 但淡水的升幅比其他區域只是輕微的帳幅 由我住進來到現在大概是差不多兩年左右 以我的觀察淡水的樓大概升了十多個百分比 比其他地方升幅差很遠 在我未有身份證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看樓價、房屋 有些單位由我大半年前看已經放賣 到現在仍然放賣 所以其實在淡水買樓 如果你的地點、區域不是很近淡網區的話 要甩手是挺有難度的 還有淡水有些社區已經建好幾年了 但建商的一手樓都還未賣完 即是你現在去那個社區 樓下還有售樓處 所以如果你買到那些社區的話 你要放賣基本上是十分之困難 所以如果你是用投資的角度去買淡水樓 你就可能要想清楚了 又來到每個月一切的Surfshark VPN 現在可以做到一個十二月的假期優惠 只要用我們普通告士多貓TV 就會有一七折的優惠 還有送到免費四個月的使用期限 我們用了Surfshark差不多一年 在這一年裡面都覺得真的好用 我們最主要用的功能就是轉換地區 我們就可以看到香港的電視劇 另外用了VPN之後 其實上網個人資料都是得到更多的保障 因為黑客就沒那麼容易入侵到你了 還有我們最喜歡Surfshark的其中一個地方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價錢 無限的器材都可以使用的 我們兩個人有很多個機器 都是給一個錢就可以用完 覺得很值得 如果大家有興趣試用 就記得用我們的Promoko去買 它是有30天免費退款鋪證 如果買了不喜歡也是可以退款的 但如果你說自住的話 淡水是一個非常容易的地方 因為前面就是海 你隨時可以去到海邊 你也可以去後面的陽明山去玩 這些全部你開車15分鐘以內去到的地方 你也可以去北海岸咖啡去享受 所以你的生活品真的很好 其實淡水新市鎮的生活機能已經很完善 不知道為什麼台灣人對淡水新市鎮 有一個黑板的印象 就是很荒謬 那裡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不知道會有些comman的朋友 是不是真的進來走淡水新市鎮 其實新市鎮淡王區 近加樂福一帶的地方 是什麼都有 有加樂福 有很多超市 有銀行 有體育館 有政府合處 有電器店 那個區域其實是什麼都有 你步行距離可以走不到這些地方 另外有兩間戲院 有老街 如果你懂得找的話 淡水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你可以吃的 便宜的也有 貴的也有 但是呢 我就覺得淡水是欠了一件事 淡水就是欠了一間百貨公司 比如有時候你想買一些比較精緻的禮物 或者精緻的用品 我最近就要搭捷運到天霧的蘇局去買 如果淡水開了百貨公司的話 我就覺得淡水的生活機能已經完滿了 我完全不需要離開淡水 我都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生活 另外淡水現在的人口是不停增長著的 淡水的小學名額已經爆滿了 所以其實現在已經要開始建一間新的小學 都可能將會建一間新的國中 所以其實見到淡水是越來越多人搬進來住的 但是淡水真的有一個缺點就是交通 因為淡水出市中心只有一條路出 在上班時間都是會忌室車的 但是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將會能夠解決的 因為淡江大橋二四年就會建好了 其實現在在老街看去百里那邊 其實看到大橋已經建了差不多一半 所以如果這條大橋建好的話 淡水的交通應該會能夠改善的 另外現在都在談起那條淡北道路 如果這條道路談得成的話 淡水塞車的問題是會能夠解決的 所以在我的角度來說 淡水的生活這麼優質 又有背山面海 住的環境很舒服 但是那樓價這麼便宜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在淡水住 我在淡水買樓我覺得是倒閉的 所以我就很滿意現在我的生活 我會住在淡水的朋友 不論是香港人台灣人搬進來的 大部分都是淡水很好住 是喜歡住在這裡的 大家不知道其他觀眾 對於淡水這個居住的環境有什麼意見 大家也可以留言在下面 討論一下 淡水好不好住啊 買不買淡水好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 到大家分享一下交流一下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可以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希望下條片再見到大家 拜拜 了